我们知道,一直以来日本都面临着一个很严峻的问题,那就是能源以各类资源不足的问题。 所以,近日据日本军事专家表示,为了生存,日本可能会鋭而走险,不惜走曾经的老路。 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。 一旦发生能源危机,日本可能会为此不惜再次发动战争。 所以,很多西方军事专家,日本都在激烈的讨论,一旦日本再次发动战争,最先会对谁下手? 日本拥有着世界一流的电子产业以及重工业。 像比较有名的三菱重工,是重型机械的生产集团。 和平年代是民用企业,一旦发生战争,这个民用企业可以迅速退变为强大的军工企业。 那种型武器提供充足的生产力及生产线。 我们知道日本有两大汽车产业,一是风田,二是本田,目前两大车企大多数是生产民用车型。 但如果暂时,它们照样能造得出装甲车以及军用热野车。 而且日本储备了大量的核原料,也掌握了娴熟的核武器制造技术。 所以日本具备战争条件,它们之所以现在如此平静,也许只是在等一个时机。 日本地处亚洲,如果发生战争,战火可能会最先蔓延到亚洲地区。 而美国军事专家则认为,中日之间在未来必有一战。 所以,美国军事专家认为,如果日本发动战争,还是会走二战时期的老路,最先对中国下手。 然而英国军事专家却不这么认为,他认为,目前的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和军事大国,和二战时期大不相同。 日本已无力再向中国发起挑战,一旦对中国下手,等同于自取灭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